你是我熊爸的女儿 就该有我的枭雄风吹 心狠手辣 我对聂峰想不了手 为什么 我喜欢上聂峰了 熊爸乱乱没有想到 他派遣幽若前去刺杀聂峰 竟是陪了女儿又折兵 仅仅只是七天的时间 聂峰竟让幽若爱上了他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而幽若之所以对聂峰动情 都是因为一碗平平无奇的猪肺汤 我喝汤 很少喝汤的味道 而是喝汤中所含的人味 所以 喝起来特别香甜 聂峰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幽若 开启了幽若孤寂的心灵 他的内心开始动摇 犹豫着要不要杀死聂峰 正当幽若坚定自己的决心时 却发现聂峰离开了房间 出于好奇 幽若偷偷偷跟在聂峰的身后 来到了一座城隍庙 城隍庙的庙柱叫做戎婆 聂峰对她很是照顾 而聂峰在城隍庙立下了六盏光明灯 分别是两个师兄以及师父熊爸 孔慈和明月以及父亲聂人王 现在她要立下第七盏 是专门为幽若而立 聂峰的所作所为彻底打动了幽若 从来没有人如此关心她 包括她的父亲熊爸 熊爸找到泪流满面的幽若 表示七日之期将近 幽若要是不抓紧时间杀了聂峰 就只能返回狐心小柱 谁知幽若却告诉熊爸 他再也无法对聂峰下手 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聂峰 这可把熊爸气得不轻 他本想来一个一箭双雕 既可以除掉心腹大患聂峰 又可以顺理成章还幽若自由 谁知聂峰无敌的撩妹技能 让熊爸陪的女儿又折兵 熊爸认为幽若输掉赌约 要幽若即刻回到狐心小柱 幽若跪下向熊爸求情 请求再给他一天的时间 他要亲手煮一碗猪肺汤送给聂峰 熊爸心中虽是恨铁不承荡 可还是松口答应了幽若 次日幽若来到城隍庙 看着聂峰为他立下的光明灯 他也要替聂峰立下一盏 荣婆询问两人的关系 幽若表示聂峰是令他万般惭愧 也是他今生所至爱之人 而因为某些原因 他将会永远地离开聂峰 话分两头 秦霜一直怀疑幽若来者不善 随即来到天下第一楼 寻找幽若的相关资料 却在无意中发现赌约 得知了幽若的真实身份 杀人之约 是你 你真是我师父的亲生女儿 幽若 幽若见自己的身份败露 并没有露出惊慌之色 反而称赞起了秦霜 认为他不愧是三大堂主中心死最细之人 秦霜文言告诉幽若 聂峰既是他的师弟 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聂峰 趁着现在大错还未铸成 秦霜希望幽若及时收手 秦霜根本不相信幽若所言 要幽若立刻离开聂峰 否则他就将赌约之事告诉聂峰 揭穿幽若的真面目 幽若最后的心愿是给聂峰煮一碗猪废汤 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的心愿 因此幽若毫不犹豫动起手 与秦霜展开了激战 令人震惊的是 幽若的武功竟然无比高强 秦霜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双兄 聂峰来到秦霜的房间 发现了秦霜的流星 秦霜在信里告诉聂峰 他察觉优弱来历甚是可疑 决定前去天下第一楼调查真相 若是他遭遇不测 聂峰一定要多加小心 聂峰连忙赶去天下第一楼 发现房间中乱作一团 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凳子上还有着一滩鲜血 桌角处挂着一块碎步 这是借武身上的布料 说是凶